小沈当时用手机拍的照片显示 电脑触控板旁边有一道比较明显的划痕 微软杭州授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调取了监控录像 显示当时是当着小沈的面 把厂家寄回来的电脑现场拆封的 目前小沈那台笔记本电脑被再次返场维修 小沈提出来 两万两千元的电脑用了一个月就返场两次 而且那道划痕还是厂家维修导致 他要求获得适当补偿或者是换机 从苏州打来的客服给我反馈 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 经过我们高级工程师的判断 这一道划痕不影响你正常使用 所以这里推荐你继续使用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别人大街上停的车 我把前面汽车油漆给划了 那跟他们说你汽车正常能上路正常能开 那我凭什么要陪你 那他说他继续跟我说对不起 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赔偿的方案 记者也和微软客服进行了沟通 并表达了采访的请求 但对方拒绝留下记者的联系方式 也不肯告知微软公关部门的联系方式 对于微软的售后服务和态度 小沈表示十分失望 微软中国总部在上海 售后中心在苏州 小沈打算向这两个城市的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情况 1818黄金业记者报道